无论生活多难,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 作者李安 1978年,当我准备报考美国伊利诺大学的戏剧电影戏时 父亲十分反感,他给我列了一个资料 在美国百老会,每年只有200个角色 但却有五万人要一起争夺这少的可怜的角色 当时我一意孤行,决意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 父亲和我的关系从此恶化 近二十年间和我说的话不超过一百句 但是,等我几年后从电影学院毕业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所在 在美国电影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 要想混出名堂来,谈何容易 从1983年起,我经过了六年的漫长而无望的期待 大多数时候都是帮剧组看看器材 做点剪辑助理、剧物之类的杂事 最痛苦的经历是,曾经拿着一个剧本 两个星期跑了三十多家公司 一次次面对别人的白眼和拒绝 那时候,我已经将近三十岁了 古人说,三十而立 而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法自立 怎么办呢?继续等待 还是就此放弃心中的电影梦呢? 幸好,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及时的鼓励 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 但她是学生物学的 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小研究室 做药物研究员 薪水少得可怜 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李寒 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 我每天除了在家里读书 看电影、写剧本外 还包揽了所有家务 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 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还记得那时候 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 我就和儿子坐在门口 一边讲故事给他听 一边等待英勇的猎人 妈妈带着猎物 也就是生活费回家 这样的生活 对一个男人来说 是很伤自尊心的 有段时间 岳父母让妻子给我一笔钱 让我拿去开个中餐馆 也好养家糊口 但浩强的妻子拒绝了 把钱还给了老人家 我知道这件事后 连转反侧 想了好几个晚上 终于下定决心 也许这辈子电影梦 都离我太远了 还是面对现实吧 后来我去了小区大学 看了半天 最后心酸地 报了一门计算机课 在那个生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 似乎只有计算机 可以在最短时间内 让我有一计之长了 那几天我一直萎靡不振 妻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反常 细心的她 发现了我包里的课程表 那晚她一许没和我说话 第二天去上班之前 她快上车了 突然她站在台阶下转过身来 一字一句地告诉我 安 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 那一刻我心里像突然起了一阵风 那些快要淹没在庸碌生活里的梦想 像那个早上的阳光一直射进心底 妻子上车走了 我拿出包里的课程表 慢慢地撕成碎片 丢进了门口的垃圾桶 后来我的剧本得到基金会的赞助 我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 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 这个时候妻子重提旧事 她才告诉我 我一直就相信 人只要有一向长处就足够了 你的长处就是拍电影 学计算机的人那么多 又不差你李安一个 你要想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 就一定要保证心里有梦想 如今我终于拿到了小金人 我觉得自己的忍耐 妻子的付出 终于得到了回报 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 一定要在电影这条路上 一直走下去 因为我心里永远有一个 关于电影的梦 我终于得到